我今天有多少預算可以買東西 喔 無上限是不是 Thank you 這次住的飯店 在Example這一區 附近都是逛街的 感覺很方便 經過了一整天的折騰 我們現在終於到飯店check in 完了 嗨 他現在瘋狂過敏當中 然後現在是這裡下午2點多 我們要先去吃我們的第一餐 天氣很舒服 大概20度上下吧 white T-shirt blue jeans I can never get enough 現在在找今天要去吃的第一間餐廳 然後跟著Google Map走 今天這家餐廳是IG上面的網友推薦的 他說他的男友是西班牙人 然後這裡是那種很當地的人都會來吃的餐廳 getting ready for our flashback time keeps moving on looking at you feeling like I could never 他們推薦的那個馬鈴薯 好好吃喔 上面應該是那種起司 然後還有加那個番茄醬 特別的調味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就是一種很簡單可是又很好吃的味道 純樸的美味 這火腿看起來也超好吃的 這是伊比利火腿 伊比利豬的火腿 這間餐廳他有名的就是他的tapas 還有他的sangria 我是喝果汁 然後這個tapas看起來很厲害 這天早上我們在走路去吃早餐的路上 發現了這個很美的應該是教堂吧 這裡是Cahedro de Barcelona 就是巴塞隆納的教堂 然後我們現在走在他的後面的巷子裡面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他真的是非常有年代感 一百年的麵包店 感覺長得超可愛的耶 看起來很好吃啊 這是他原本的舊的店 這個叫什麼蛋白霜嗎 好巨大喔 麵包怎麼都這麼巨大啊 而且這個croissant是太誇張了吧 兩塊四 這一家就是已經開了一百多年的老店的裡面 然後他裡面除了賣巧克力之外 有這種盒裝的巧克力 然後這種看起來沒有非常好吃的蛋糕 還有很傳統的糖果的感覺 我們第二天一早呢 就來找尋找這一家Huffman這個賣麵包的店 就是很多人推薦說他的croissant很好吃 然後就是裡面有加起司的 看起來很好很精緻耶 這家有名好像就是裡面有起司的 非常精緻的甜點店 這個麵包也太巨大了吧 他吃的是Rasperry口味 怎麼樣好吃嗎 第一個咬下去 有點像Crispy Cream的那個Glazed Donut 脆嗎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像這種可頌類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到哪裡看到我都會吃 然後我覺得他們Huffman他比較特別就是 他外面都有裹一層淡淡的糖霜 不會太甜 然後他的這個Mascarpone cheese的口味呢 是他們的招牌 我覺得他吃起來其實蠻像Crim的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清爽很多 剛剛把Mascarpone那個秒殺 現在立刻在吃巧克力的 然後我覺得他巧克力也蠻好吃 因為他巧克力外面沒有裹糖霜 所以不會太甜 然後裡面的巧克力 他不是Nutella 不是那個榛果巧克力 他的甜度比較低 所以你看他裡面這個Crim這麼多 也不會覺得很膩 所以好吃 今天來這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來看這個Sangrata Familia 就是這邊高地蓋的這個最有名的教堂 然後他們都稱之它為就是蓋不完的教堂 因為它從1880年就開始蓋 然後總共有12個Towers 然後預計是希望可以在2026年前蓋完 然後剛好可以慶祝子王之後的100年這樣 但是現在大家都覺得應該還是蓋不完 因為它這邊是需要靠民眾的捐獻 才可以繼續這個Project 裡面所有的這一些雕刻啊都是在講耶穌誕生 然後到他整個長大的一些經過的一些故事 中間有一段有幾個雕像的地方 顏色是比其他地方白的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在之前的西班牙的Civil War的時候 他們很多教堂都被燒掉 然後那幾個雕像是被就是破壞之後他們重建 然後他們重建找來的這個雕刻師是一個日本人 所以他們都有點開玩笑說你如果仔細看 會覺得這幾個雕像的臉長得比較像東方人的臉這樣 進來這裡面這邊呢就是會發現說這個教堂跟一般的教堂很不一樣 因為它不像其他的教堂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雕像的雕像 它反而都是裡面只有四個雕像 然後是用大量的彩繪玻璃去呈現 主要是高地它的創意是覺得說 自然光就像是神的一個禮物 很像是由上帝來打造這個教堂 就是透過這個自然光然後穿過這些彩色玻璃 給予這個教堂這個顏色跟生命力 你會發現它這裡面的玻璃它是由藍啊綠啊橘色等等的 它就是想要呈現四個季節的概念 會發現它的柱子什麼的都是很比較現代化的設計 它不是像其他地方看到的教堂就是都是很一致性的形狀 因為高地它的設計就是很受大自然的影響 想法就是說它如果能夠把它蓋得越高 它就會更接近上帝這樣子的概念 你會發現在那個玻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然後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地名甚至 因為它這裡面就是靠的這些捐獻啊 它就是給人家傳遞一個故事 就是你來這邊然後你捐獻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罪惡洗去 所以它剛剛我們的那個導遊就有點開玩笑 他就說其實高地是一個很會做行銷的人 然後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一方面是去傳達這個教堂的一個宗教的一個觀念的傳遞 但是同時又能夠吸引到世界各地的人 來幫助這個project可以繼續完成 今天晚上的晚餐呢 我們來這個 欸 這應該是午餐嗎 現在大概四點半 我們現在在這邊的吃飯時間都比較晚 我們來的這個地方是El Naciano 它裡面是有一點點像是 呃 比較高級一點的美食街的概念 它就是會每個餐廳都是一個小小的攤子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看你想要吃什麼就到處吃 好有味道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每一間餐廳都是像這樣子 一個小小的一個stand 嗯 嗯 Gelato看起來很好吃 還滿特別的 還滿特別的 嗯 連廁所都很漂亮 今晚吃Pintros 我們今天晚上吃這個叫Pintros 它就是西班牙他們的那種小小的叫Tapas 然後Pintros就是很多他們都會是有這樣子一根叉子 然後下面有麵包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上面有各式各樣的料 然後呢下面會有麵包 然後就是這樣子一人一份這樣子吃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他們的麵包都烤得好吃 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準備要去 呃 La Roca Village 這個Olet 然後呢 在我們飯店附近就有一個地方可以坐公車 就是他們的Shuttle Bus 然後15塊歐元來回 然後大概應該是45分鐘左右就會到 所以一整天就會是Shopping的行程 很開心 我們大概30分鐘就到這個Outlet了 嗨 Mike 嗨 我今天有多少budget可以買東西 喔 無上限是不是 Unlimited Thank you 好 然後因為它10點才開門 然後我們車程其實大概只有30分鐘 所以現在店都還沒開 所以可是這個Outlet其實蠻漂亮 我覺得很適合拍照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Outlet你看它跟我們想像中的那種 呃 其他地方的Outlet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它花了很多時間在一些 呃 裝飾啊 每一個building的這個顏色都很特別 就是很有那個西班牙的風味 然後你看Prada的店也是 感覺很像來到一個度假村還是什麼的感覺 就是隨處走都是很漂亮的風景 不只是來買東西 其實 來這邊拍拍照感覺心情也蠻好的 Mike 你第一家店要去哪 南廁所 白癡 你是怎樣上完廁所你才可以 待會認真逛是不是 下午茶時間吃這個burger上面又有一筆粒的火腿 對 米克的啤酒 很好吃 真的喔 嗯 因為它的那個醬上面是有trouble的 嗯 然後又可以吃得到那個火腿的那個鹹味 然後它的牛肉堡也很好吃 今天的晚餐我們在那個舊城區 然後這一家餐廳叫做L Chigger 我不會面 這是也是網友推薦給我 他說是很多當地人來吃的 我們現在才7點鐘就已經整個都是過滿的 因為一般來說他們這邊吃飯的時間其實是比較晚 然後會發現他們這邊就是裡面的裝潢就是很特別 然後這家店有名的是它有很多新鮮的烤魚類的餐點 所以很期待 這是他們的海鮮飯 裡面有海膽 還有鵝肝 晚餐後的甜點來吃這個Local Polo 然後呢 它這個很特別就是它的每一個冰淇淋裡面呢 都還有包內餡 所以它有不同的口味 然後呢 你選好你的冰淇淋之後 你還可以選擇你要dip在不同的醬裡面 然後再沾 就是不同的Nuts 我點的口味是Ferrero 就是金沙口味 然後你看它咬下去中間還有那個cream 超好吃 然後外面是外面我夾了那個dark chocolate 然後所以它不會太甜 好好吃好好吃 嗨今天是第四天 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到park 什麼 park Guell 就是那個很多人在巴塞羅那都會看到有那種 就是很圓弧形的藍藍色的建築的那個地方 我們剛剛是坐車上啊 它就是要爬一個山路 到有點山上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走一些很顛簸的路 要到那個買票的地方 所以 待會再看看 到底漂不漂亮 好喘 我們現在就是進來 等一下要進去參觀 然後提醒大家記得要先買票 因為它是分時段進來的 所以我們剛剛因為沒有事先買 所以稍微等了一下 現在就是進來那個公園區 兩棟建築應該就是大家看巴塞羅那都會看到的兩棟 還有就是巴塞羅那會看到很多這種花磚的設計 然後因為它現在在維修中 所以有點可惜 後面那邊拍起來不是很好看 但是基本上這一區呢 就是也是由高地它設計的 然後當初這一區是規劃給巴塞羅那當時的那種貴族 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們就把它改成一個觀光的地方 線條全部都是這種圓弧形的 因為高地它的設計就是 覺得一切都是源自大自然 然後需要很多的自然光 所以它的建築你都看不到那種很傳統的直線條 我要出門吃晚餐 結果呢 在他們這邊這一條最熱鬧的街上 應該就是中校東路的概念 他們剛好好像是在抗議之類的 所以整條路塞滿過不了馬路 在這裡 點了這個辣的 meatball 還有賣的 Oyster 還有Chartain 蝦子的Omolent 我也好想要吃Omolent 嗯? 吃半天沒吃吃 如何? 跟我們以前吃的有什麼不同 這一個要9塊歐元 吃不出炸米 這賠錢貨 還不吃腦子 吃到這了 吃到的 這賠錢貨 還有很多人 吃到的 我可以